一年一度的金马奖颁奖典礼,今日在台南逐期举行,作为今年的压轴盛典,无论是观众还是媒体,都把焦点投向了次次的典礼,可谓是暗中瞩目。 在还没开始之前,就已经赚取了足够的热度,可见这是多么具有含金量的一件事。 作为执委会主席的李安,对此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,而且这一次还邀请到了我们的国际巨星,鼓励担任此次评审团的主席,想必大家对于鼓励应该很是熟悉。 出道多年,她在华语电影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,此次她的到来,因为这场颁奖典礼,增添了不少的光彩。 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,鼓励就入为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但可惜的是,后来以一票之差与她失之交臂,但她的学历和演技,都是我们看在眼里的。 所以此后的发展也越来越好。 本来颁奖是件喜事,各路大卡齐聚一堂,但是却因为某个导演,发表了一些政治方面的敏感言论,导致了现场的气氛很是不愉快。 而且在整个流程中,本来是李安和狗力一起上台颁奖的,然而因为这个不云快力也迟迟不肯上台。 后来只有64岁的领奖艺人在台上完成了这个流程,也真是很鲜酸了,可以看出,李安导演在台上,则可是得相当尴尬了。 虽极力维护场面,但是由于某一只或言行中大错误,导致这位老人的异常尴尬。 自从李安2017年接受金马奖主席,这位老人一直在全心全意的操办这场升会,为了让其省会有着更大的看点,他拉下老脸,去求着拱力,让其来颁奖。 可能大家不清楚拱力与金马奖的渊源,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,拱力就是为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但可惜的是,后来一一票之差与她失之交易,但她的实力和演技,都是我们看在眼里的。 所以,拱力当场斥责金马奖不公,表示这是她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金马奖了。 既然放话了,那么肯定要执行,2015年到2017年,三年金马奖,拱力一次都没去,而这次的意外来袭,全意与李安的交情,想必为了使这位国际女星,李安必定出了不少力,但是由于这样的一次事件,拱力想必以后都不会去了。 而金马奖在华人电影中地位更是一落千丈,对于这样的结果,身为金马奖主席的李安是最不愿看的。 晚会结束后,李安虽很细心的给大家解释,说,那共力为什么没有上台的原因,也不希望被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破坏掉。 但是错误已经形成,这位64岁的老人也挽救不了。 金马奖典礼结束后,当他被问到,是否会被明年的金马奖所担心,李安听后也是红了双眼,寒泪回答了五个字。 明年再说吧,也是满脸的无奈,记者看到这样的李岛,也便不忍心再追问下去了。 毕竟金马奖是一个技术含量和含金量都很高的奖项,明星们也都以他为荣。 能走到现在,背后也是有无数人默默付出的。 但是,这次非正常干预,已经让这位老人心都碎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呀